用点它 看杨维也需不需要你 你不会落客 你情伤有点问题 你情伤好像有点低 这人他肯定他挺结 他脑子是够用 但是他情伤低 不会说话 老年相亲有多刚 大妈劝大爷要爱惜身体 却遭到大爷猛抬杠 差点没噎过去 今天相亲的是徐大爷 这也是个不差钱的大爷 月入过万 干啥工作能挣这么老些钱 在红娘的追问下 徐大爷给咱们展示了下 他的工作日常 小老板的范儿 这不一下子就有了吗 徐大爷说 他这些年抓住了不少商机 赚了不少钱 回到家以后 红娘问起了 徐大爷择偶要求 对嘛 也该聊聊正事了 不差钱的徐大爷 也没啥别的要求 唯一一点呢 就是得好看 一般人呢 咱可看不上 我历来要求高 一般人问他 不是 我是人不打定 但是要求挺高 徐大爷对自己的认知 还是挺准确的 红娘继续追问 具体哪方面要求高 哪方面要求高 主要就是长相呗 长相啊 红娘好奇 那之前的爱人 应该也很好看吧 之前那个爱人 长得啥样吗 咋形容吗 没法形容 没法形容 原来就是因为长相 魅入自己的眼啊 结婚16年后 徐大爷不甘心 这辈子没能 娶个好看的媳妇 就提出了离婚 红娘再次跟徐大爷确认 这年纪的找对象 还是长相排名第一吗 毫无疑问 徐大爷的标准依然不变 现在主要就是演员 演员 嗯 那其他条件呢 其他没有条件 懂了 除了好看 其他都好说 根据徐大爷的要求 红娘早上的第一个是曹大妈 你好 曹大妈年轻的时候开过舞厅 可能我对能歌善舞了解的深度还不够 但这不是重点 红娘接着问曹大妈 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 现在就想找一个能养家户口 不酗酒 不抽 不使劲抽烟那种 干干净净 顾家的就行 妥了 徐大爷完全符合呀 两人见面到底能不能擦出爱情的火花来呢 两人一见面寒暄了两句 看徐大爷笑呵呵的一样 可能找着演员了 没演员 有点个爱 两人都深藏不露我 脸笑心不笑的 也让人实在摸不着底啊 曹大妈又觉得吧 两人做的比较近 考虑再聊两句 不能做一锤子买卖 坐下来后 曹大妈先开口 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喝不喝酒 她的前夫就是喝酒耍酒疯啊 所以不想再找喝酒的了 巧了 虽然徐大爷做生意 但是几乎不喝酒 还有喝酒吗 酒很少喝 那好 这一壶酒 二年了 然后喝酒 那可能有一半一半没有 确实 这跟不喝也没啥区别 说起耍酒疯 徐大爷那是一语中逼啊 喝酒那玩意儿 那纯粹是装的 有时候直男还是招人喜欢的 曹大妈听徐大爷不喝酒 很是满意 两人又聊到了兴趣爱好 曹大妈热情洋溢 喜欢唱歌跳舞 徐大爷看了表示 对这个半点兴趣也没有 曹大妈直接把头撇了过去 这老头也太不识货了 接下来 徐大爷说 年轻的时候跟曹显竹在一起 也爱唱歌跳舞 一听这 那老家严吉地曹大妈 脸上立马有的笑容 还跟徐大爷用朝鲜语 闹起了家常 咱们连个标点符号都没听懂啊 但是看他们聊的这股热乎劲 不会是在表白吧 经过这段神秘的聊天 两人从谁都看不上谁 变成相互看着都顺眼了 我喜欢那样 慢慢修饭 这反转的也推快点了 为了让曹大妈更了解自己 徐大爷又说起了自己的生意 咱曹大妈不关心这个 就说有没有养老钱吧 那养老问题是没毛病吗 为家底咱能找媳妇吗 想着养活你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就这小体格 一月二十斤大米都吃不完 生活是没有 你现在能吃啥 你能穿啥 那也该买的得买呀 曹媳妇不得给买点啥呀 原来是在这儿给我设套呢 徐大爷直男毛病又犯了 真正要 那绝对不带给你的 痛快 曹大妈一下子给唬住了 别忙改口 说自己是开玩笑的 不要姐妈开玩笑 曹大妈是开玩笑的 这边徐大爷却当回事了 谁也是 是开玩笑的 但是这不是 咱们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要说咱这实力 还能亏待了自己的媳妇吗 用得着吗要这玩意 咱们擦啥呀 那玩意 还有你要啊 谁不想把自己媳妇打得漂亮 不管红娘怎么劝 徐大爷这边是怎么都不同意了 好了 相谈深欢的俩人 因为曹大妈的一句开玩笑 给搅黄了 既然没成 红娘又赶紧给徐大爷 找上了王大妈 用点大 看杨姆爷需不需要你 你不会落客 你情伤有点问题 你情伤好像有点低 这人啊 他肯定他挺结 他脑子是够用 但是他情伤低 不会说话 王大妈一看就是一个端庄 优雅有内涵的好大妈呀 完全符合那徐大爷的好看标准 对于找老伴 王大妈也有自己的标准 那就是有演员 身体健康 巧了 徐大爷也看演员 没成想 因为一个意外 还没见面呢 王大妈就对徐大爷失去了好感 原因是徐大爷既测了时间 测过了高铁 只能下午才到 这是昧走星啊 肯定是减分 好不容易 两人终于在王大妈家里见上了面 徐大爷对王大妈的印象呢 也是给出了超高评价 一般一般吧 可能能排到国际第三呢 见了面 不知道王大妈还失望不 还行 对彼此满意 两人决定的坐下来闹了 王大妈先介绍起 自己的退休金有多少 徐大爷表示 自己自古以来就是做生意 一个月赚个万八千的 都是寥寥的事 钱的事情就明白了 王大妈又关心 徐大爷的健康问题 问他每年的做不做体检 怎么也得把一年体检 我都是一年体检 我的命不是钱 我的命不是钱 不是谁的命都 那都是 我昨天我跟他说 我昨天我跟他说 昨天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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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接给王大妈整的结巴了 没想到执着的王大妈还好心提醒 找预防找治疗 徐大爷的直男毛病的又犯了 我也不如男生 我也不敢检查啥呀 我也不如男生 我也不敢检查啥呀 大爷就是大爷 眼看王大妈还搁那劝 徐大爷来了句更狠的 你不检查 看杨维也需要你 你不会唠嗑 你情商有点问题 行了 这磕没法往下唠了 红娘也是好奇 你平时就这么跟女人唠嗑吗 你这跟以前跟女士唠嗑也都说 我一般接触女的很少 虽然很合演员 但是王大妈呢 还是想找个会说话的 徐大爷也是马上就证明了 他的说法 对 我也看出你的情商了 你不是一般战士 你不是一般战士 这话直接把王大妈的心 给唠两人了 表示两人不合适 好了 这场相亲 又让徐大爷的低情商 给搅黄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再走 要是能长按点赞三秒钟 那就更给力了